感觉到在异乡能够有慈激给予他们的温暖 土耳其强政慈激赈灾团与当地志工 透过视讯向上人报告工作进度 初步是估计说我们可以发放的对象 一是谈保大概有我们估计大概有一千户左右 发放的物资是有毛毯 床垫或者围巾 那更重要的是有物资卡 我们希望在最快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第一次的这些猜民的发放 帮助这里的不管是土耳其的南部 或者是叙利亚的北部的猜民 刺激满纳海学校的学生主动当起志工 他是我五年前来到土耳其采访的时候 他叫做杰内德 他是背着书包逃难到土耳其的一个叙利亚的学生 再度看到他上人 他是我的翻译 看灾之路难行能行 团队马不停蹄寻求各方助力 苦灾民之苦 上人齐许正在行动 与时间竞赛也要运用智慧 目击人人爱心善念 抚原汇聚 抚慰灾民伤痛 当然新闻综合报导 来自然的那种荒劲